大家好,今天我来推荐几个教老外学中文的线上平台,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iTalki,一对一教学。 根据自己的时间和能力安排教学计划和课程内容,设定自己的教学费用和教学方式。 需支付平台的手续费。 官网注册申请,填写个人信息,提交相关教育和教学经验证明,完成认证和审核流程, 包括个人信息核对、语音视频面试和视觉等环节,通过审核后,设置自己的教学时间和费用,开始接受学生的预约和教学。 Preply,同样,老师自由设置自己的教学费用和收益比例。 官网申请,通过审核后,你就可以开始接受学生的预约和教学了。 相比iTalki,Preply更加注重个性化的教学体验,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工具, 帮助老师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。 Preply的老师收益比例相对较高。 Life XP,老师自由选择授课时间和方式。 平台提供实时语音和视频交互,让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需求进行个性化的教学。 Life XP会根据你的课时收费来计算你的收入,评级越高,你的收益也会相应提高。 Class Gap,老师自由决定教课的时间、课程内容和价格。 完全自由灵活。 申请由语言水平测试。 通过审核后,就可以开始在平台上教授中文课程了。 关于中文老师的收入,Class Gap提供了一种灵活的收费方式。 您可以自由决定您的课程价格,平台会收取一定的服务费。 HelloTalk是一个社交和语言学习平台。 老师更好地与学生互动,根据学生需求定制教学计划。 这个平台是免费的,不需要支付费用。 Verblin语言学习平台。 老师可以自由设置教学时间、课程内容和价格,以对疑惑小组授课。 通过平台的评级和评论机制,建立良好的教学生育。 老师的收入主要由学生付费课程产生,平台收取30%的服务费。 官网申请。 完成在线语言水平测试。 等待审核,通常需要等待一到两周的时间。 如果通过,您将收到邮件通知,并被允许在平台上设置课程和价格。 为了提高通过审核的机会,建议您准备好一份详细的简历和教学计划。 LingoBus,平台自主研发教材,一对一在线课程,成为中文老师,需在官网提交申请。 基础课时费是每小时60至120元人民币。 需教师资格证。 选择哪一个平台去教中文,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评估和选择。 希望这些信息对大家有所帮助。